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十万人之多的巨大碾伦正在崩起破址 大大小小斑斑点点的火光中 人群无序的冲突激烈而庞大 害日最大的一波混乱正在西夏本镇的营地里堆散 人与战马混乱的奔行 火焰点燃了战口 质子军的潜力已经凹陷下去 后列不由自主的退后了两步 雪崩般的溃败 便在人们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出现了 一支冲进强弩阵地的黑旗队伍 引起了连锁反应 奴使在混乱的火光中乱飞 尖叫奔跑 压抑与恐惧的气氛 紧紧的孤注引起 罗宇 毛衣山 洪武等人奋力地厮杀 没有多少人记得具体的什么东西 他们往火光的深处推杀过去 先是一步 而后是两步 铁甲的战马被驱赶着进入营地之中 有的战马已经倒下去 锦绍千脱下他的头盔 掀开甲重 凑起了长刀 他的视野也在微微地颤抖 前方黑骑士兵扑击向敌方的阵队 负责放热气球的两百余人的骑队 穿过了重重汇兵穿插而来 从黑暗里扑来的压力 从内部的混乱中传来的压力 这一个下午 外围七万人仍旧未曾挡住对方的部队 那巨大的溃败 所带来的压力都在爆发 黑骑军的进攻点不止一个 但在每一个点上 那些浑身燃血 眼神凶力疯狂的士兵 仍旧爆发出了巨大的杀伤力 打到这一步 战马已经不需要了 后路已经不需要了 未来似乎也已经不必去考虑 夜色之中 晚会到达了高潮 然后朝着几个方向扑击出去 由有序便无序 由压缩到膨胀 推散的人们先是一片片 逐渐变成了一股火 一群群 再到后来 散碎的星星点点 点点的火光 也开始逐渐吸收了 诺大的董治元 诺大的人潮 骇石将过时 风吹过了原野 原野上响起了狼嚎了 雪星气息的扩散 引来了原野上的猎石动物 在边缘的地方 它们找到了尸体 群聚而啃尸 偶尔远处传了人声 亮起火把 有时候也有野狼 寻着人身上的雪星气 跟了上去 方圆石云里的范围 属于自然法则的厮杀 偶尔还会发生 大波大波 又或是小群小群的溃兵 还在经过 周围黑暗里的声音 都会让他们 变成轻弓之鸟 外围的溃败之后 是中阵的被突破 而后是本阵的溃散 战阵上的胜负 常常让人迷糊 不到一万的军队 扑向十万人 这概念只能粗略想想 但唯有封线厮杀时 扑来的那一瞬间的 压力和恐惧 才真正深刻而真实 这些逃散的士兵 在大致知道 本阵混乱的消息后 走得更快 已经不敢回头了 罗叶与身边的两名同伴 互相搀扶着 正在昏暗的原野上走 右边是他麾下的兄弟 叫做李佐斯的 左边则是途中遇上的同行者 毛一山 这人老实憨厚 呆呆傻傻的 但在战场上是一把好手 西夏军队溃败的时候 他们一路追着杀过来 有些人力气耗尽 留在了路上 但少数的人 还是寻着不同的方向 一路追杀他们 最终被甩开了 意识到周围 没什么人的时候 罗叶站了一会儿 终于开始往回走 三个雪人 没有多少交谈的彼此搀扶 罗叶口中唠叨 没事吧 没事吧 不能停 不要停 这个时候 要撑住 他一直在低声 说着这个话 毛一山偶尔摸摸身上 我没感觉了 不过没事 没事 不要停下来 保持清醒 我们 赢了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罗叶下意识地这样回答 他们一路厮杀着 穿过了西夏大营 追着大群大群的溃兵在跑 但对于整个战场上的胜负 确实不太清楚 道路之上 找了个快要熄灭的火把 吹一吹 撑着往前走 路上有血腥的气息 地下有尸体 他们将那火把放过去看 不一会儿 找到了两个富商的同伴 他们背靠背 躺在地上 像是死了一样 但罗叶试探出 他们还有气 啪啪地甩了他们 每人一个耳光 然后拿下身上的 一个小皮囊 不能睡 不能睡 喝水 来喝水 一小口 你身上有伤 水流会死的 来 撑过去 撑过去 然后是五个人 搀扶着往前走 又过了一阵 对面又 稀稀索索的声响 有四道身影 站住了 然后传来声音 谁 华夏 21212 毛 开口说话的 毛衣衫 报了对立 他是二团一营 二连一排二班的 倒是颇为好气 这话还没说完 对面已经看清楚了 微光中的几身 响起了声音 衣衫 啊 排 排长 胡大哥 那四个人 也是搀扶着 走了过来 胡 瞿 瞿 接在其中 九人会合起来 瞿 瞿 伤势颇重 几乎要直接 晕死过去 罗叶宇他 也是认识的 摇了摇头 先不走了 先不走了 咱们 先休息一下 临近深夜的风声 乌烟而过 昏远之上 一阵阵的雪兴起 几人弄来些枯草柴火 将不远处能找到的 死的西夏兵身上的衣服 也扒了两件 升起篝火 同时烧水 用身上带着的伤药 给其倾包扎 接着 又给其他人 陆续艰难地 包扎起来 九人此时 都是强撑着 在做这件事了 一面缓慢地 上药 包扎 一面 低声地 说着战局 胜了吗 你们追的是谁 西夏王 你们追的是李前顺 我好像也是 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可惜了 没砍下那颗人头 即便是这样的时刻 罗叶心中 也还在惦记着李前顺 摇头之中 颇为遗憾 侯无点头 是啊 也不知道是被谁杀了 我刚追出来那一阵 像是胜了 是谁杀了西夏王吧 不然怎么会跑 烤火燃烧 这些话语细细碎碎的 你一言我一语 陡人间 不远处传来了声音 那是一片脚步声 也有火把的光芒 人群从后方的土丘那边过来 片刻后 互相都看见了 那不是黑骑军 火把的光芒里 看着便是西夏的军队 虽然在视野当中 有些狼狈 但这些人的身上 没有多少伤痕 他们未曾真心 足有二三十之中 双方一见到 对方便在那边停了下来 前方十数人 持着长矛 也有人拔出了腰刀 这边没有人说话 一身鲜血的毛衣衫定了片刻 他抓起了地下的长刀 站了起来 风吹过这一片地面 火焰燃烧着 拉长了那沉默而可怖的身影 最后是罗烨 他站起来 嘴角还微微地笑了笑 接着 火堆边的人 陆陆续续地起身 九道身影站在那里 罗烨扬起了刀 要交代在这里了 罗烨低声说话 可惜 没杀了李前帅 出山后第一个西夏军官 还被你们抢了 没意思呀 啊 侯武看着前方心不在焉 这里不还有一个吗 让个你怎么样 哼 我 他正要说点什么 寻急愣了愣 视野那头 二三十人 缓缓地呼吹 然后把腿就跑 篝火边沉默了好一阵 哈哈哈哈 声音响起来时 都是虚弱的笑声 吓死我了 你说 我们不会是赢了吧 看起来像是啊 哈哈哈哈 闹肘 哈哈哈哈 摇曳的火光中 九道身影站在那 笑声在这原野上 远远地传开了 原野的四处 还有类似的人影在走 原本作为西夏王 本镇的地方 火焰正在渐渐熄灭 大量的物资 资重的车辆 被留下来了 疲惫到极点的军人 仍旧在活动 他们互相帮忙 搀扶 包扎伤势 喝下些许的水 或是肉汤 还有力量的人 被放了出去 开始四处寻找生源 失散的士兵 被找到 互相搀扶着回来的士兵 得到了一定的包扎救治 互相依偎着 已在了火堆边的物资上 有人不时说话 让人们在最疲惫的时刻 不至于昏睡过去 紫石过去了 人户是丑石 还有人陆陆续续的回来 一有稍稍休息的人 又拿着火把 骑着还能动的 缴获的战马往外寻出去 毛衣衫等人 是在丑石左右才回到这里的 局境伤势严重 被送进了帐篷里医治 秦少千拖着疲惫的身躯 在营地里巡逻 再度接下来时 罗叶与侯屋等人 才相对着说了一句 我们胜了 晨曦出路 寂静的营地里 人们还在睡觉 但就陆续有人醒来 他们摇醒身边的同伴时 还是有一些同伴 昨晚的沉睡中 永远地离开了 这些人又在军官的领导下 陆陆续续地派了出去 在整个白天的时间里 从整场大战推进的路途中 寻找那些被留下的死者尸体 又或者是仍旧幸存的伤者痕迹 董平二年七月初一 黄昏时分 董至原生 有一支三千多人的军队在列阵 大战已经停了下来 一具具尸体在旁边摆放开去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视野 身材高大的独眼将军 走到前方去 一侧的天空中 云霞烧得如火焰一般 在广袤的天空中铺展开来 沾染了鲜血的黑旗 在风中招展 他对此说了一些话 又说了一些话 如火的夕阳中 陪伴着那些死去的同伴 队列中的军人肃穆而坚挺 他们以经历旁人 难以想象的翠裂 此时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带着生死 对于这翠裂的过去 他们甚至还没有太多的实感 我有死去的同伴愈发真实 没有人能不为自己的生存空间 付出代价 他们付出了代价 许多甚至也付出了生存本事 相对于之前李前顺 押过来的十万大军 铺天盖地的金旗 眼前的这支军队 笑得可怜 但也是在这一刻 即便是满身伤痛地 站在这战场上 他们的阵力 也仿佛有着冲天的 惊气狼烟 搅动天云 董之园上的军队 陡然发出了一阵吼声 吼声如雷霆 杀 一声之后又是一声 杀 战场上 苍古的军号声响起来 顺着晚风远远地扩散开去 这是祭地 这一天的原野上 他们还未曾想到庆祝 对于勇士的离去 他们以呐喊为号声 为其开路 无数的事情 还在后方等待着他们 但此时最重要的 他们想要休息了 西北各地 此时还正处于被称为 秋波皮的酷热当中 重列率领的数千重家军 被一万多西夏军队追赶着 正在转移南进 对于董志员上西夏大军的推进 他有所了解 那支从山里突然扑出来的军队 以火器之力突然打掉了铁钥子 面对十万大军 他们或许只能退去 但此时也总算给了自己一点喘息之机 无论如何 自己也当威胁李乾顺的后路 云庆等地给他们一些帮助 这支弑军队伍颇为强悍 若能收归麾下 或许西北行事尚有转机 只是他们的桀骜不驯 用之虚事 不过也没有关系 即便先谈合作共谋 一旦西夏能备赶跑 重家于西北一地 仍旧占了大义和正统名分 当能制住他们 东北面 在收到铁钥子覆灭的消息后 舍家军已经侵巢而出 顺势南下 领军的舍可求感叹着 果然是逼杰勒的人最可怕 他之前便知道 小仓河那一片的缺粮近况 预备摘下 清剑等地做胜利果实 他先前确实害怕 西夏军队压过来 然而铁钥子既然已经覆灭 舍家军就可以与李乾顺 打打擂台了 至于那支黑旗军 他们既然已取下颜舟 倒也不妨让他们继续吸引李乾顺的眼光 只是自己也要想办法弄清楚 他们覆灭铁钥子的底牌才好 士军之人不可用 他也不敢用 但这天下很人自有他的地位 他们能不能在李乾顺的怒火下幸存 他就不管了 小沧河年轻人与老人的辩论仍旧每天里持续 只是这两天里 两人都有些许的心不在焉 每当这样的状态 宁一说的话 也就愈发的肆无忌惮 如今小沧河的练兵方法是有限制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有些特殊 但若如左宫所说 与儒家与天下真打起来 白刃见血 针尖对脉盲 办法也不是没有 要是真的全天下压寡来了 你们不惜一切都要先干掉我 那我又何必顾忌 譬如说我可以先平均地全 使耕者有其田吗 然后我再 我又打的核心是情理之法 只有情理法三个字的顺序 是儒家的最大糟波 没错没错 你说的没错 但世道若再变 理自必得居心 哼 你骂我有什么用 我们讲道理啊 老人又吹胡子瞪眼地走了 走到院子里 夕阳正火红 苏坦儿在院子里叫宁西十字 看见宁毅出来笑了笑 相公 你有草莹了 却见宁毅望着远方 还有些诗神 片刻后反应过来 想一想 却是摇头苦笑 算不上 有些东西现在说 是胡椒蛮缠了 不该说的 他望着太阳西垂的方向 苏坦儿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不再打扰他 过得片刻 宁毅吸了一口气 又叹一口气 摇着头 似乎在嘲弄自己的不淡定 想着事情走回房间里去 传讯的骑兵 此时已经在数百里外的路上 青木寨 肃杀与臣们的气氛正笼罩一切 东南数千里会 康王府的队伍北上映天 这沉默的天下 正在酝酿着星皇登基的庆典 雷鸡之后市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719章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